交易日期是在今年五月十號 他的總價四千三百萬 售出建物登記第二類藤本 李彥鳳直指柯文哲今年五月十號 買下立法院附近林森南路上一層商辦 所有全人姓氏以及身分證前三碼 都和柯文哲本人吻合 全額現金購買 我要問柯文哲 你的錢從哪裡來 柯文哲有沒有挪用政治現金的錢 來買他這一間房子 商辦位置就在立法院附近 走路兩百公尺 和陳佩琪看的豪宅 更只有一百四十公尺 但錢從哪裡來 是政治現金還是選舉補助款 因為已經花了四千三百萬 買下四十八瓶商辦 仍有足夠自備款來買豪宅 攤刊時間序 五月十號柯文哲買下商辦 五月十六號他也陳佩琪 用兒子名義開公司 但地址是登記在民眾黨部 六月二十五號柯文哲以自己 民意過戶 進南大樓商辦 直到七月陳佩琪 再去看一點二億豪宅 選舉補助款 我們參照其他黨的一些慣例 大概在台民眾黨規定是怎樣 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一 要歸中央黨部 三分之一可以歸個人 為什麼你是登記在自己的名下 而不是民眾黨的名下 柯文哲說要做辦公室使用 但此刻台博大樓裝潢中 而且九月份民眾黨部就要搬去台博 那我們參考其他以前總統候選的例子 我們是用那個錢去要設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問題經流或許不是選舉補助款 做個人使用 正午能情情帶過 TVS很高本利有一句楊佩玉還常報導 聽到關鍵字眼不敢置信 原來是柯文哲為了查清楚假帳 還請台北市會計師工會協助 結果民進黨立委林俊憲抓包 端木正恰巧是審計委員執行長 但大眼睛表情真的很足 但查账之餘 妻子陳佩琪看房說 柯文哲喊出不裝窮 買得起1.2億豪宅 摊開柯文哲夫婦 2023年財產申報 兩人活期存款2464萬元 加上基金95萬元 另外不動產有9筆土地6筆建物 其中新竹市的農地 柯文哲持約140坪 以目前行情價1坪10萬 也有1400萬 再加上柯文哲現在居住的房子 大約可賣到6000多萬 湊一湊別忘了 還有這 柯文哲舊家兒子名下這一戶 就位在杭州南路二段的巷弄中 若是要賣掉的話 查看附近的實價登錄 落在2500萬上下 根據中央銀行豪宅認定標準 陳佩琪看了這戶1.2億豪宅 自備款至少要7200萬 看來不是問題 讓台大醫師施錦中 在臉書上開酸 台大醫院裡認識不少醫生夫妻黨 工作一輩子都還沒看到 誰有辦法買1億的房子 我跟我太太 我們兩個都是台大畢業的醫生 我也不用去裝窮 只是早上自信函買得起豪宅 但同一天下午卻改口 在社群發文 為年輕人感到不捨 要買一棟理想接近的房子 即使好不容易存到頭期款 但繳房貸找到要退休 都在辛苦當巫奴 舊網友翻出以為 馮光源是第一代科黑 沒想到立委沈柏陽 早在2013年就看破 在2013 2014年的時候呢 光是從他的發言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空洞 而且搖擺不定的人 最初戴柯黑 沈柏陽說第二 看來沒人敢說第一 TVB新聞 董君陳盛文年宣 你跟柯主席不是提倡什麼居住正義 什麼居住正義是1.2億 網紅女神下午茶 模仿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妻子陳佩琪大酸逛1.2億豪宅正義 過去的居住正義變成居住正義 尤其前一天柯文哲這樣說 我跟我太太我們兩個都是台大畢業的醫生 工作了三十幾年 坦白講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個7 霸氣回應 但似乎又者意 因為柯文哲傍晚發文改口 為年輕人買不到房暴區 而其實六年多錢 還是台北市長的他 速度公開哭窮 台大醫師施錦中 也在臉書上開酸 台大醫院裡認識不少醫生夫妻檔 工作一輩子都還沒看到 誰有辦法買一億的房子 去年一整年都用這種策略 說裝窮的策略 但是現在就是選完之後 就一切就不演了 就想說我很有錢 我可以買得起豪宅 這事實證明 他就是靠片來博取大家的支持 但前民眾黨立委蔡壁如上節目 方緩夾 說柯文哲當市長時很忙碌 陳佩琪長期被忽略而有點憂鬱 但看房子純屬私人行為 卻因為丈夫是政治人物而被放大 而其實柯文哲2010年以前住的 位在杭州南路二段的公寓 以目前行情每瓶來到90多萬元 自稱若賣出可以賣到6000多萬元 但柯文哲選前選後 說話有別 別是正義還是正義 哪個才是阿貝的正義 TVB的秀 留意最重要的宣傳台北採訪報導 他住家門一聲不吭 柯文哲立刻快步上車 奇怪 怎麼等不到夫人 一個人 陳佩琪是在找一個人 趕緊換個座位 原來陳佩琪要老老 另一邊上車 但該來的還是來的 1.2億的豪宅 陳佩琪是有幫女兒看房嗎 豪宅正義連連 現在陳佩琪又被爆出 曾在杭州南路看的房 一戶要價1.2億元 而駕駛兩天 陳佩琪也證實自己的確 是有換屋的計畫 但那看房的地點 主要是在距離縣居較近的臺北市 林儀街 陳佩琪臉書發文協下 的確看過約略1.2億價位的房子 但有時天黑 看不清楚建案名稱 也說自己很久以前就有換屋計畫 想要另覓一個安靜的住所 最常找的就是林儀街 因為林儀街街圖像八卦鎮 只是若需增購1.2億房產 至少需要7000萬 投期款 展開柯文哲財產申報存款2000多萬 缺口大約5000萬 登陸把中央大選的補助款 1.1億扣除原先承諾 要捐給民眾黨的三分之一部分 屬於柯文哲的 的確還有七千萬元 頂檢樸實 那現在整個人社崩壞 小草捐了1億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現金給你 原來是要給佩琪來買房送給兒子的 破億豪宅不成負擔 只是十年前台北市長大選 當時對手連勝文住在地堡豪宅 柯文哲的話可說得超酸 那是不同的階級 柯先生他不管是買房賣房看房 甚至蓋房 只要不違法 那麼作為中共國民黨副主席這個身份 我是沒有任何興趣去評論 不會在這個時候落井下石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 這樣的做法與我們的風格不符 對比綠營的猛烈攻勢 藍雲不願落井下石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TV被宣傳留意社會 台北報導 透過這些回力標 大家可以看到 他經不起檢驗 而且他經不起誘惑 他是一個很失敗的政治人物 過去被柯文哲拿美核事案批評 前台北市長好龍兵大嗆 這回力標來得又快又急 柯文哲已經是民眾黨的一個負債 他絕對不是資產 如果還是把柯文哲當作唯一的對象 然後民眾黨還是一個 一人政黨的話 將來不只藍白合作很困難 更重要的是 民眾黨也有可能泡沫化 似乎不認同藍營定調 互科打山路線 好龍兵直言立法院 才是未來合作機會 現前從金華城到台治關案 科好兩人隔空交鋒不斷 黨內黨外都有雜音 23號晚間柯文哲臉數發聲 指出目前查帳已經完成近八成 也發函台北市會計師工會 請工會派員協助查核 希望經由第三方專業機構的獨立稽查 來釐清真相 而在監察院申報登載 被發現有問題時 才知道晉總財務長 竟然將帳戶登錄整個外包 而且沒有查核機制 他表示過去總說要相信制度 而不是相信個人 這一次他沒有落實財務監督機制 而相信自己認識50年同學 還有太太看豪宅被指控有金主陪看 也讓柯文哲很無奈 怎麼會這麼多謠言呢 說是孩子成年後家裡空間需要重新規劃 妻子的確考量換屋 但因為房價過高 甚至管理費都比他的月退還多 所以計畫就停在那裡 一件單純的事情被放大渲染 甚至每天出現不存在的金主陪同看屋 鄰居也無端被騷擾 他感到非常抱歉 最後也希望好不容易點燃的第三勢力火苗 絕對不能就此熄滅 爭議燒了將近兩周 要止血 但有的小草已經 頭也不回 TVB的新聞線我讓佩佩還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5226123 请不吝点赞 宝宝